好 然後這個其實在你的Facebook上面 我就有看到哥你也很貼心問說 你因為最近行程這麼忙 簽唱會加碼的慶功 為什麼不辦在九個月份 其實主要飛出去 對 九個月份有很多海外的行程 所以怕跟在這邊一樣見面 對 然後這個 所以大概很擔心 對啊 就是那個 我們是很擔心說怕你看尾條 看...what 看...what 看尾條 看尾條 對 就是怕自己的身體承受不住的意思 我覺得其實身體還好 所以有一些睡眠不足啊 對 我要問你這件事 因為我看到那個新聞大家都有點擔心 想說還好嗎 就是因為好像有知道你睡眠不是很好對不對 對... 是怎麼了 就是睡不太早 但是也不是很嚴重的那種 對...所以大家也不要擔心 就是... 你是不是給自己壓力太大 也許...但... 嗯... 我覺得現在慢慢開始 就是不要想太多了 嗯...你在煩惱什麼啊 因為你個人演唱會有結束啦 然後這一張專輯的宣傳也差不多啊 其實我也不知道我在煩惱什麼 嗯... 但...但其實我跟老闆有量 嗯... 所以演唱會結束了為什麼我要... 又有一種... 莫... 莫名的壓力 莫名的壓力 嗯... 但老闆說階段...階段...階段性的 階段... 就是對...每個歌手或者... 那應該就是合力的一個狀況 嗯... 我覺得其實現在啊... 個人的演唱會也... 告一段落 然後因為接下來是持續海外的宣傳 所以我倒覺得如果必必可以的話 是帶著台灣歌迷的祝福 然後把這一張作品很輕鬆的 很有自信的介紹給台灣的朋友 嗯...一定要 然後... 我覺得每一次去台灣宣傳這些 嗯... 不管是有直播 對...在網路上直播 或是... 大家都會... 看到我會出現的頻道 對... 的時候 其實... 有...看到很多人 由台灣的... 啊... 登陣有的會員給我 對... 所以... 也在那裡會得到一些...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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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顧... 對...照顧... 對... 反正你不管我去哪邊 台灣的大家都會纏真的一樣 知道嗎 哈哈哈... 藏著我 對...都會給你很多的祝福 隨時都會關切這裡就對了 好... 好...那今天呢 既然來到我們的大蘿蔔草牙道 今天也是第一次來這個場地 對... 這裡...還不錯 對...算... 在高雄還滿新開的台灣 對... 對啊... 所以以後有空場來玩 那今天既然來到這邊 我們也跟我們歌迷朋友拍一張大口罩好不好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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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什麼原因啊 我在聽到...